原标题,特朗普威胁升级,国会如果再不给钱,交代报一期很招作者,谷服关于修墙的问题,特朗普的很招跌出。 接了政府关门之后,特朗普的威胁又升级了,声称将再报一期很大招。 12月28日,环球网员引发新社的报道称,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围携程,如果国会议员拒绝他为修建隔离墙提供资金的要求,他将完全关闭美墨南部边境。 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写道,如果是一阻挠的民族党人,不给我们钱建桥,我们将被迫完全挂闭美墨南部边境,同时修改我们国家荒谬的移民法。 事实上,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边境墙资金问题威胁国会了。 就在前几天,特朗普威胁称,如果无法获得边境墙资金,那么,美国政府将继续关门。 特朗普为了50亿美元的美墨边境墙预算,不惜让美国联邦政府关门,也不惜与国会对着干,其实是有一定的争执讨量的。 分析认为,特朗普这么做出于两个目的。 其一,兑现政治承诺。 须知,修建美墨边境墙,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做出的公开承诺。 特朗普表示,修建边境墙可以阻止非法移民,保护美国安全和利益。 涨台之后,便迅速实施边境墙计划,同时加强美墨边境安全巡逻力度。 修建边境墙需要大量资金,不过国会迟迟不肯批准,使得特朗普的政治承诺无法兑现。 其二,争取更多民意支持,为2020年连任打下基础。 特朗普修建边境墙,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,即使是民主党的支持者,也有很多人赞成他的这项计划。 当然,在明年一月份民主党入主众议院之前,特朗普如能充分利用共和党人掌控美国参议院的优势,向先获得边境墙日赛。 那么几个人政治威望,将大为提高。 移民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,如何解决好关系之特朗普,能否在2020年获得连乱? 美国曾通过古地移民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差盛,而大量的移民,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。 比如,毒品泛滥,失业率,居高不下暴力犯罪层出不群等。 特朗普当年能够成功当选为总统,他对移民的态度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支持,特别是掌握到量选项的中下层民众。 在特朗普看来,修建边境墙既可以阻止更多移民进入美国,也可以兑现当初的进选承诺,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。 但无论是威胁国会争取边境墙资金,还是兑现当初的承诺,特朗普的核心意图,还是为了拉拢更多选票,获得连乱。 对特朗普来说,时间真的不多了,将边境墙快速修建起来,才是当务之急。 从目前的情况看,特朗普想要顺利获得边境墙资金,恐怕需要克服一些困难,尤其是来自民主党人的阻挠。 就在本月20日,49名民主党议员公开表态,不赞成连接墙支出,按照规定,只有获得参众两院多数议员投票通过,这个支出法案,才能最终生效。 特朗普是,否能够如愿呢?这要看民主党人是否会妥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